嘉義煩惱企業三郎是全國第一名 今年一道企業坐 已經留在來頂頂 欣賞一名民眾來參與 蔡花更是當年農得産品 不可以吃一吃好吃的新企業 我們一年的世界 我們都看得到 我們的農民把他所種的柿子殺出來賣 看到很多不只是嘉義的遊客 包括從南到北都有很多人到這個環樓來 我想如果讓外縣市人到產地來 那是最好的 外面他來這邊除了可以買柿子以外 還可以在附近出口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可以叫農民做得比較少 大家實際上可以在跟農民接觸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了解整個柿子的栽種的一些相關的知識跟文化 管理王爭良說 現在吃環樓鄉的氣勢當時 環樓鄉都會這幾年來也會出很多產品 這才會做伴手禮送給好朋友 我們的疫情的氣勢 在我們環樓鄉有近五百公斤 現在剩兩百公斤 不過這兩百公斤來 我們剛好配合了農會 跟我們的氣農 共同下去行銷 農會也結合一些加工的產品 下去提升 變成市值是我們環樓鄉的一個六級的產業 這些油客盡量來環樓出口 環樓的產業不只只有市值 還有其他的農特產品 所以希望大家每個月都來煩惱 讓大家圍圍圍圍圍圍 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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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